据美国投资信息网站内幕后最新研究 揭示全球中国移民分布情况 泰国以930万人领跑 成为中国移民最集中的国家 这么大规模的移民潮对当地房产和经济活动产生显著影响 马来西亚以接近689万人排第二 美国则以超过500万华人居住者位居第三 加拿大和印尼分别以约180万和283万人排第五和第四 显示出各自的经济机会 教育资源和文化亲和力对中国移民有强大吸引力 日本虽然只排第十 但这项调查突显了亚洲以外国家对中国移民的吸引力 根据曼谷邮报的报道 近两个月内 泰国普吉岛附近水域连续发现两条组称地震鱼的黄大鱼 分别在1月和2月撩到 长度达2.4公尺和2.85公尺 这些现象引起了人家对于海洋深处生物的好奇和关注 同时也换起了关于地震与同自然灾害之间可能关系的讨论 泰国国家科学博物馆将这两条鱼的残骸进行保存和研究 计划将来对外展示 加深公众对海洋生态的认识 黄大鱼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鱼类 很少在水面上出现 这次在普吉岛附近发现它们 对研究员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术机会 根据今日美国报道 美国加州和内华达山麦近日面临本季最大的暴风雪襲击 即雪高达近4公尺 每小时强震风达到225公里 加州80号周制公路和其他主要道路因持续数日的暴风雪而封闭 导致滑雪地关闭两日 还有大约2.4万户家庭和企业遭受断电之苦 气障局预计 暴风雪将在午夜达到高峰 虽然已经过了强暴风雪的顶峰时期 但仍有可能出现零星暴风雪 高海拔地区可能再有两英尺降雪 这场极端暴风雪虽然严重 但据气象学家邱吉尔表示 并不会突破历史记录 目前已经有部分断电户恢复电力供应 但仍有数千户民众受影响 西班牙重机网女网红美费南达 在印度租7名男子性侵的事件 引起广泛关注后 美国记者克里斯丁希 已在社群平台X 分享自己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遇到的性骚扰经历 说自己短短30分钟内 遭遇至少50次集空企图 这个发言引起大量马来西亚网友的质疑 有人说自己在吉隆坡 生活30年从未见过类似情况 克里斯丁解释 他在吉隆坡住了大概8年 经常遭受骚扰 最后甚至决定搬去新加坡 他向政治人物反映过 但无获重视 强调自己所述乃事实 并指出这种情况 似乎特别针对白人女性 美国德州一名高中老师穆迪 去年4月因感冒引发严重后果 最终导致四肢发黑坏死 不得不折之 根据纽约邮报报道 穆迪起初只是觉得有些感冒症状 但之后 情况急转直下 出现高消和呼吸困难 到了急诊室后 医生发现他的肺部因肺炎链球菌感染 并已进入感染性优客 原来穆迪平时服用的关节炎药物 削弱了他的免疫系统 令情况加剧 最终为了保住生命 医生唯有将他的四肢折去 尽管面对极大的挑战 目的选择保持积极态度 说选择快乐 而不是让苦难来定义自己 这个故事提醒大家 健康问题不可以掉以轻心 同时亦展示了人的韧性和勇气 据日本Made on the News报道 日本明治经典奶油糖将在3月停售 结束长达53年的销售历程 自1971年推出以来 这款经典糖果一直是许多人的甜蜜回忆 尤其在1990年代达到销售巅峰 但因应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变化 销量持续不振 明治公司决定停止 这款糖果的生产和销售 消息一出 不少日本网友表示难以接受 有人更计划赶紧团货 留住这份甜蜜的记忆 明治公司对于要停卖经典糖果 向消费者致歉 并承诺未来将继续提供有价值的商品 根据加拿大全球新闻报道 加拿大的汽车盗窃案件持续上升 影响了不少车主的财政负担 一名加角女子债的车在1月12日被偷 虽然后来在一个月底找贩 但它现在要面对高昂的费用 加拿大汽车协会支付了 约5000加元的拖车同存储费 但因为盗窃事件 保费将每年增加约1300加元 加拿大汽车协会表示 保险费增加主要因为它没有续定会员 资格和选择不用防盗装置 专家指出 即使车主不是少事者 都可能面对保险费和汽车付款上升 有保险副总裁提醒 发生盗窃事件时 要即时联络保险公司提出索赔 此外 加拿大保险局都提醒 保费可能因为多次索赔 或住在高风险地区而上升 本周日3月10日 加拿大将迎来2024年夏令时 从凌晨2点自动跳到3点 意味着大家将小睡一个小时 根据报道 夏令时将持续到11月3日 对于上班族来讲 这个不是些好消息 因为又要小睡一个小时 夏令时的政策 令不少加拿大人感到不满 Daisy省之前进行的调查显示 高达93%的民众 对于一年两次的时间变化表示反感 夏令时对于人体生物中的影响 被科学界广泛批评 包括增加交通意外 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 以及对心脏健康问题 患者构成更大风险 目前全球有70多个国家实行夏令时 但随着时代变迁 夏令时的制度已经饱受救病 其中被施省已宣布立法 永久实行夏令时 但具体实施时间尚未官宣 美国中文网报道 通用汽车因后挡板安全隐患召回近82万架轻型卡车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接到130多宗车辆行驶中后挡板自动打开的投诉 包括一宗轻箱和三宗轻微财产损失 召回范围包括2020-2024款雪佛兰Silverado和GMC Sierra Car车 通用汽车纸 后挡板若自动打开 水入侵可导致电子删锁系统短路 存在行驶风险 车主被建议召回前手动确保后挡板关闭 此次召回涉及美国57万多架和加拿大约24.9万架汽车 经销商将以更防水材料替换后挡板内部开关 通用汽车计划 3月18日起通知受影响车主 根据CBC报道 加拿大反欺诈中心提醒 一种新的部税贵骗局正盛行 骗子冒充加拿大税务局透过短讯欺骗民众 短讯中包含个人性命和社会保险号 声称有款项到期 要求将款项回置特定电话号码 反欺诈中心指出 这类骗局可能针对之前数据泄露受害者 利用受害者信息进行诈骗 加拿大税务局实际上不会通过短讯 要求付款或发送资金 如果收到可疑短讯或电话 建议民众向当地警方和加拿大反欺诈中心报告 当大略省警察局启动的 《第20届反欺诈预防月》 只在提高民众对骗局的警觉性 防止财产损失 感谢观看